这个男人不守江湖规矩 勾引自己的大嫂 被老大发现以后挨了一顿暴揍 当场晕了过去 老大见状干脆让女人把他尿醒 男人醒来赶紧跪地求饶 可老大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 随即叫手下拿了剪刀帮他倾身 男人一听弟弟要不保 顿时慌乱起来 狗鸡跳向他 一把夺过剪刀刺伤手下 接着抬起家里的桌子 狠狠地砸向老大 最后用桌子腿将老大活活夹死 女人见到这一幕直接被吓傻了 男人上前将其从地上抓起来 质问女人 为什么刚才要冤枉我是在强奸你 女人被吓得一句话不敢说 男人见状手起剪刀落 剪掉了女人的舌头 然后送他归了席 临出门时 男人突然听到礼物传来声响 推开门一看是老大的女儿小梅 秉承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原则 当场把小梅绑起来 浇上汽油准备将其烧死 好在隔壁邻居听到动静出来查看 间接不妙 他慌忙逃离了现场 男人名叫阿吉 是一个混黑道的马仔 为人凶狠 霸道 残暴无比 案件发生以后 阿吉连夜逃往南非躲避 在这里隐姓埋名 藏在一家中国人开市的餐馆里打工 因为逃犯的身份 经常受到老板的欺负 什么拖欠工资 脏活累活 这都是家常便饭 有时候甚至连这几个月 都不发一次工资 而且不光老板欺负阿吉 就连老板娘也对他指指点点 处处麻烦 阿吉对此也是敢怒不敢言 屁话不敢 多说一句 只能每天拼命地工作 这天阿吉跟着老板来到市场卖猪肉 不料店家看到他们是中国人 居然坐底起家 原本只卖200美元的猪肉 当场翻了好几杯 老板又不能不做生意 只能忍气被宰 见此情景 阿吉嘴里嘀咕着 被白人欺负就行 对自己同胞好一点都不行 真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当天晚上 一肚子气的阿吉 来到附近的酒吧喝酒 想顺便找个妹子释放一下怒火 谁曾想 这里的侍女都看不起她 表示自己只跟白种人做生意 阿吉听后很是恼火 直接想来一个霸王硬上宫 结果被酒吧的保安轰了出去 回到家 憋到不行的阿吉 只好闻着老板娘的内衣 做针线火 这一幕 阿吉把变态的本色 演绎得淋漓尽致 老板发现在白人那儿 买猪肉根本不赚钱以后 便带着阿吉去了土猪部落 想从酋长那里购买 一下车 阿吉就发现这里恐怖至极 地上躺着许多病患和尸体 而且这些人身上 长满了恐怖的笼包 看起来像是得了什么可怕的瘟疫 此刻 部落里的人正在举行仪式 希望能将病毒恶魔区赶走 阿吉见状有些害怕 拉着老板就要离开 他怕这群人做完仪式 把自己也杀了 毕竟有的土猪部落是吃人的 可老板却不同意 哪能白来一趟 必须买完猪肉再走 待仪式举行完 两人找到部落酋长 以200元一只的价格 购买了两头猪 回去的路上 阿吉因为想起 刚才在部落里看到的尸体 一走神 导致汽车撞上了大树 惹得老板破口大骂 阿吉气不过 直接对骂起来 之后 他干脆下车 去周围冷静一下 结果发现 一个土猪女人晕倒在地 阿吉走上前查看 发现对方身材很好 见四下无人顿时色心大气 当场将女人坚强了 中途女人苏醒过来反抗 吐了他一脸的口水 阿吉见状捡起地上的石头 把女人砸死了 接着快速提起裤子 逃离了现场 等回到车旁便跟老板诚恳道歉 随后两人一起开车回到餐厅 没想到阿吉从土猪部落回来以后 原本健硕的他 突然变得病泱泱起来 浑身无力 头晕脑胀 并且还发起了高烧 在一次上菜时 阿吉支撑不住 晕倒在地 老板见状赶紧找了医生 帮他看病 一番检查后 医生认为 阿吉是得了风寒 导致高烧不退 才晕倒的 看着躺在沙发上的阿吉 老板心里却没有底 他回忆起前段时间去的那个部落 阿吉症状跟那里的病人 简直一模一样 于是老板将部落的情况告诉医生 询问阿吉有没有可能得了传染病 这下医生也不敢确定了 需要回去查看一下 隔天老板去找医生 对方表情严肃地说道 你们那天去的部落 正在爆发伊波拉病毒 所谓的伊波拉病毒 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传染病 初期就像是感冒发烧一样 但感染者一旦发病 就会全身溃烂 蹊跷流血身亡 相当吓人 而伊波拉病毒的主要传染途径是体液 现在医生怀疑 阿吉很有可能感染了伊波拉病毒 所以让老板赶紧将他送到医院 进行隔离治疗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听到这里老板问了一句 是不是感染上就相当于判了死刑 医生表示不一定 根据伊波拉病毒资料记载 平均一千万名感染者中 会有一个人有抗体 这种人前期也会感冒发烧 只不过不会发病 退烧之后就会变成病毒携带者 无意间就会传播病毒 阿吉正式感染了伊波拉病毒 巧的是 他居然有抗体 成了病毒携带者 与此同时 躺在沙发上的阿吉 遭到了老板娘的冷言相待 甚至还咒他要死就死原点 别死在自己家里 听完这些话 阿吉压抑已久的情绪 瞬间爆发出来 起身抓住老板娘 就是一顿揍 没过多久 老板从医生那儿回来 看到老婆被欺负 便上前一把推开阿吉 此刻已经陷入疯狂的阿吉 居然要动手杀了他俩 老板见状 拉着老板娘就跑 结果还是被阿吉追上 弄下了眼睛 老板艰难地往门口爬去 结果被阿吉用门 夹住脑袋 将其残忍杀害 接着阿吉又把一旁 已经吓死的老板娘 给奸杀了 事后他将尸体 拖进后厨之间 做成了第二天桌上的肉排 客人吃过肉排以后 居然还赞不绝口 殊不知 他们已经在无形之中 感染了伊波拉病毒 因为老板长时间没出现 引起了店里 别的伙计的怀疑 他们纷纷询问 一直住在老板家的阿吉 阿吉有些紧张 谎称老板回老家 看家人去了 但这种事 瞒得了一时 瞒不了一时 担心事情败露 阿吉便准备回香港去 把老板家的钱 全部拿走 然后造了一个假护照 回到了他 阔别已久的香港 随着阿吉的离开 之前吃过人肉排的顾客 也都开始发病 一时间整个城市 都笼罩在 伊波拉病毒的 恐怖阴影之下 政府部门随即 开展调查病毒来源 而阿吉一回到香港 就找了几个 狮女大战了一场 接着 用老板的钱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富商 住进了豪华酒店 没过多久 跟阿吉上过床的狮女 也发了病 并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没过72小时就死了 警察国发奉命调查此案 从医生口中得知 这些人得上了 传染性极高的伊波拉病毒 医生希望国发 能尽快找到病毒的元素体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从医院离开 国发就把两个狮女的领班 也就是鸡头 叫到警察局 通过一番询问 得知了师女 借的最后一个客人 是从南非回来的阿吉 很快国发 从鸡头那里 得到了阿吉的画像 随即开始寻找他 另一边 南非警察通过 对第一批患者的调查 找到了阿吉工作过的餐厅 发现了那些 还没来得及卖掉的肉排 通过化验分析 确定 这是老板和老板娘的人肉组织 且上面带有一巴拉病毒 通过对店员的盘问 警察有理由相信 阿吉感染了一巴拉病毒 并且杀人后 逃往了香港 南非警察迅速 跟香港警方取得联系 将情况告知 国发亦得到消息 立马把他们 从鸡头那得到的画像 跟南非警察 传来的阿吉照片一对比 确定是一个人以后 便迅速对其展开调查 同时 也翻出了阿吉几年前 在香港犯下的凶杀案 另一边 阿吉从宾馆离开 就去找前女友美侠 现在她有钱了 就打算再去前缘 可惜美侠已经嫁人了 并且还有一个女儿 只不过她过得并不幸福 老公是个瘾君子 经常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 美侠想要离婚 得知此事的阿吉 便趁虚而入 主动带着美侠 上街买衣服 请他们母女俩 吃冰淇淋 当然在此过程中 阿吉通过说话 和打喷嚏的口水 一直在传播 一巴拉病毒 等到晚上回家以后 美侠的老公 看到阿吉以后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然而当阿吉 掏出几千美元 要买她老婆时 他立马恭恭敬敬地 将自己老婆奉上 美侠大骂老公不是人 居然为了吸毒 连老婆都卖 与此同时 国发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又有几人感染了 伊波拉病毒 他随即带队赶赴医院 穿着防护服 拿着阿吉的画像 进去询问病人 是否见过这个人 最终得到肯定答复 而这些病人 正是服装店和饭店的服务员 眼看着感染者越来越多 国发不得不通过电视台 发布阿吉的通缉令 之前国发怕在社会上 引起恐慌 所以没公布出来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必须要靠大家的力量 把他找出来 巧的是 在街上的阿吉 正好被长大成人的小梅撞见 小梅一眼便认出了 杀害自己全家的阿吉 随即报了警 等他再想跟上时 对方却已经消失在了 附近的居民楼里 阿吉回到家 刚好看见美侠 在那看那则 关于通缉自己的新闻 到这个时候 美侠才意识到 阿吉不光是杀人犯 而且还是伊波拉病毒的携带者 他随手抱起女儿 就往外跑 眼看自己已经暴露 阿吉手持菜刀 追出来要灭口 这时 身穿防护服的国发等人 出现在周围 见此情况 狗急跳墙的他 一把将美侠的女儿 抓来当人质 国发劝告阿吉 放下小女孩回去治病 此刻的阿吉可不管这些 听到自己的血液 和口水中带有病毒 便一边朝着路人和警察 喷吐着口水 一边逃跑 眼看情况如此危急 国发一枪击中阿吉手臂 没想到 这反而激怒了阿吉 他吸了一口血 吐到国发的防毒面罩上 然后一刀划破对方的防护服 逃离现场 没想到 奔跑过程中 因为手臂太用力 导致美侠的女儿被勒死了 眼看没了人质 远处的警察立即射出毒针 准备杀死阿吉 而阿吉也是个狠人 他跑到暗处拔下毒针 并把伤口上的肉割下来 扔到地上继续逃跑 最后还是国发冒着病毒感染的风险 追上阿吉 跟其扭打在一起 趁机用枪将其击毙 只不过国发现在 很可能已经染上了 伊波拉病毒 影片最后 一只宠物狗吃掉了阿吉的肉 之后小主人 又把手里的食物分给他吃 看来 新一轮的伊波拉病毒 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突然爆发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名伊波拉病毒 是一部上映于1996年的恐怖电影